你阿公就說話不算話 我也可以說話就把他當作放肥 老混混啦 你說戴總統 你搞台獨啊 你說我可恥 你更可恥嘛 你不要騙子嘛 你騙票嘛 你是綠色好 你很屌 綠色對不對 你唸過我搞台獨 講話不算話 土包子你知道嗎 他沒有深度的 台灣總統 不要太... 怕壞人嘛 黑白黑人騎 修理賴清德 這才是 像莊母建義在佩宮 這小子炸得炸得很 台南又跳電了 蘇貞昌又理直氣壯 我沒有看到那個不要臉的人 不 我們先把徐曉欣那個 他臉書上的那個大作 洛貝爾文學獎的大作 跟大家練一下 這個曉欣 主要是呢 因為那個蘇貞昌跟蔣萬安 在國會的質詢 最近被大家去討論嘛 然後蘇貞昌他就當時 我看了那個全程 蘇貞昌前面就是有點被講到 有點講得出來 然後不爽就開始講說 這個你祖父什麼的 反攻大陸怎樣的 但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喔 其實如果我是講萬安的話啦 那個質詢我就會停下來 我就會問大家說 你們不覺得現在的質詢非常好笑嗎 我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幫人民去詢問 能不能有一個 大家不停電的承諾 這很過分嗎 結果 我們的行政院長在扯我家祖父 關我家祖父什麼事情啊 那要不要來扯扯您家祖父呢 蘇貞昌蘇院長 所以這個是很無聊嘛 如果今天 只需要像小學生吵架這樣 就可以當行政院長了 那有很多人都比蘇貞昌還要更適合 我們要這樣行政院長做什麼呢 第二他這個比喻喔 不只是不倫不類 還讓大家看到事實 我就問大家 反攻大陸難不難 難嘛 反攻大陸非常難嘛 現在只是比以前還要更難而已 那你拿反攻大陸去比喻台灣 會停電這件事情 那不就告訴大家 如果不停電 跟反攻大陸一樣難 那麼今年不就停電了嗎 這在搞笑什麼 你要比喻也不是這樣子比喻的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蘇貞昌他這樣子 他後來又說什麼 他呢 你第一次讓我把你打仗 蘇貞昌說 你祖父說反攻大陸 也沒有 所以表示 蘇貞昌說你祖父 你祖父講話也不算話 那這本什麼意思 我也可以講話不算話 對 這是主要這句話 就是他告訴你 講安安 你阿公就說話不算話 我也可以說話 把他當作放肥 為什麼你家可以 我不行 我就是要假裝跟你說 不會停電 但後來又停電 那你就講 直接一點讓大家聽到嘛 你拐著一個彎 我們又不是笨蛋 我們還是聽得出來你的意思就是呢 會停電 果然台南馬上又停電 然後他後來又很生氣啊 他就說是因為 講話安像個 街頭的小混混 我告訴你 這一句話呢 不管是喜歡講話安的人 或是不喜歡講話安的人 都無法接受 這句話誰講的 蘇貞昌說他會那麼生氣 去講他祖父 是因為 講話安質詢他的時候 就像一個街頭的小混混 真的假的 我一直以為 我到今天以前 我一直以為 這句話是講話安講的 你看嘛 是不是 說蘇貞昌 我這個新聞讀的有問題 我先抱歉 我跟蘇貞昌抱歉一下 我搞錯了 喜歡講話安的人會覺得 講話安怎麼會是街頭小混混 你蘇貞昌才像街頭小混混 我完全誤會 我完全誤會 那不喜歡講話安的人也會說 我就是嫌他太不夠混混 你怎麼會是說他像混混呢 所以蘇貞昌講這個話 我覺得多數人都像武董一樣 你以為是在講蘇貞昌 我根本就認為是 是講蘇貞昌 是啊 蘇貞昌像不像混混 在質詢的時候 像嗎 老混混 老混混 人家之前那個鄭鄭錢 質詢他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呢你吵死了 然後呢 都是立法委員 徐毅仁質詢他的時候 他跟他說你叫什麼叫 就是 就這樣這種方式 這誰比較像混混 當然是蘇貞昌 不過你們現在國民黨出來一個不錯的 就是那個 這個 這花年那個 傅崑奇 傅崑奇 傅崑奇比較帶種一點 傅崑奇的圖 傅崑奇比較敢跟他幹喔 他八度暴露拍桌 向傅崑奇可恥 傅崑奇到底什麼事情可恥 我到昨天都不知道什麼事情可恥 你今天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傅崑奇 其實主要就是蘇貞昌 他覺得呢 傅崑奇反正第一個他形象不好 第二個呢他是這種 所謂的比較青紅色 感覺他是跟這個 中國大陸比較好的 所以他就藉由 傅崑奇在質詢 在詢問說 要怎麼 請問政府要怎麼保衛台灣的時候 故意去扭曲他的發言 說呢你就是投降主義 你就是要對中國投降 你覺得我覺得你這樣子非常可恥 就是利用大家民間社會對傅崑奇的印象 然後呢抹黑跟照 傅崑奇有講投降兩個字嗎 那他為什麼說投降主義 他是扣帽子 就是利用一個印象 所以傅崑奇不會質詢 這句話要我來質詢 我就跟他講一個很簡單的話 你民進黨不是有台獨黨綱嗎 那你為什麼不主張台獨呢 那我投降 那你就代總理 你搞台獨啊 不就那麼簡單啊 那一人掛一口嘛 你說我可恥 你更可恥嘛 你騙子嘛 你騙票嘛 傅崑奇下一次喔 你就在立法院 我現在副縣長副立委 我現在你敢 你下次在立法院你就跟他講 這吳子佳說的 你說我紅色 那你是綠色好 你很屌綠色對不對 明天給我搞台獨 就那麼簡單嘛 你台獨黨綱還在不在 還在啊 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你民進黨 你自己福音台獨黨綱 你自己 然後你 你蘇貞昌 每天要對的黨綱要宣誓的 對不對 你黨員耶 那你蘇貞昌不是更可恥嗎 講話不算話 蘇貞昌講話不算話 可多了 可多了 不選第三次 跟寶生大帝都可以撒謊 跟死利會有真正的成績 所以小傅太老實了 你知道嗎 我原來以為 國民黨最代總就是傅崑奇 都跟他幹 蘇貞昌有一個地方 你要注意 傅貞昌講話 他的效果大概只有五秒鐘 他五秒鐘之內的反應他有 過五秒鐘以後 他是個土包子 你知道嗎 他沒有深度 你知道嗎 稍微有深度一點的問題 他都搞不清楚了 他就會去抹黑跟扭曲 他就把他扣你帽子吧 人家問他店的事情 他就談你家祖父 這兩個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 也要應扯 為什麼 他想要去形塑大家的一個印象 他就是用一些刻板的印象也好 那可能跟這次的討論完全無關 他就想要把這個話題引導到那個地方去 但昨天蘇貞昌對台灣有個重大貢獻 我本來不投票給蔣萬安的 我也不投票給這個 這次台北市長選舉我不投票 我本來準備說是 這個修理蔣萬安到底的 我從現在開始我不修理蔣萬安 因為我原來一直很擔心 蔣萬安如果當選台北市長的話 他有可能會當台灣總統 這個我很擔心 我從這一次在立法院之後 我確定蔣萬安不可能當選台灣總統 因為他太鬧了 剛剛那個網友講的對了 如果李敖在的話 蘇貞昌敢不敢罵他 不敢吧 上次你記得李敖在 丟鞋子啦 李敖丟鞋子你忘記了嗎 是蘇貞昌當院長的時候 是是是 這好像蘇貞昌嘛 所以啊 這就是怕壞人嘛 黑白黑人騎 蘇貞昌這種人呢 就碰到我們這種咖 就不敢放屁 他真的是怕壞人 比如說呢 林維中也是同樣質詢 林維中就問他說 那請問如果今天現在防空情報想了 蘇貞昌你現在要做什麼 他10秒鐘一個字吐不出來 他不知道啊 他就是草包啊 直接就被病康了嘛 他對某一些人 比如像是蔣萬安或是復婚期 他覺得你有一些社會形象 然後呢我可以利用這個東西 去扭曲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故意暴怒 比如說你拍我桌子 我拍你桌子 最常見就是什麼 他跟那個誰啊 高鴻安啊 或是林維中啊這種 你就認真問他一些問題 你發現他根本啥都不知道 草包 草包嘛 問一個行政院長 問你現在立法院 如果空襲警報開始了 你要怎麼辦 要人家國防部找牌 跟你講悄悄話 你才知道 然後你跟我說 你要拿掃帚上戰場 你說你當了兩年兵 你要對抗阿垢 誰相信啊 你連飛彈打過來該怎麼辦 你都不曉得耶 這個這個不過他他這個他不你要 大家注意一個問題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喔 蘇貞昌現在搞這個事情的目的 他不是在修理國民黨 大家不要搞錯 他在製造衝突 抬高自己的身價 他的目的就是要變成 大家知道什麼 圈粉 對圈粉 他要吸收他的基本盤 他從哪裡有吸收基本盤 從賴清德的口袋裡面 把賴清德的基本盤 掏到他的口袋 所以他故意跟國民黨衝突 衝突的目的 不是要衝 不是修理國民黨 是要修理賴清德 這才是 相裝五件意在配工 這小子炸的炸炮的很 小心一點 不要讓他盪 XO醬不簡單喔 他必須要入住 澎湖喜來登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嘗上這麼一口的頂級XO醬 好 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要上快點購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定基在XO上給帶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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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